花蓮市以及日本高千岁町地盟姐妹室已经满周年 为了要纪念这难得的友谊 花蓮市公所特别请到了知名艺术家 在北冰公园设置了大理石艺术装置 象征彼此友谊的纪念一项 为了纪念花蓮市与日本高千岁町地盟姐妹室满周年 花蓮市公所20号上午特别在北冰外环道人行步道自强街口停车场 举办了同舟共渡预见器和ing艺术装置揭幕仪式 高千岁町是日本的信仰中心也是神话发源地 而花蓮市则是高千岁町第一个地盟姐妹室的国外城市 今天我们非常隆重的来这个演采仪式 就是要展现彼此之间友谊之外 也希望这个装置艺术能够吸引更多的日本友人 来到花蓮的时候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装置艺术 也传达同舟共济的一个感情 更搭起两地之间的情谊 期盼全球疫情能够趋缓之后 大家恢复正常 能够到彼此的城市去观光走走 也再次欢迎我们甲斐中之丁长 跟我们龚腾博治议长再次来到花蓮 为了庆祝这份欢喜 花蓮施工所这一次制作了 与高千岁町地盟中年纪念的名片夹 并且在日前已经把这一份纪念礼 寄送到日本 高千岁町亭甲斐中之在收到之后 也特别向花蓮市表达感谢 并且录制了影片 对地盟中年活动表达致意 根本就恢复到 这次的旅程会 Beh�一佳果体制应 本来纪念 biscuits 所以本来想要地 記得去旅行 一起祝福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の感染拡大影響により そちらにお伺いすることがかなわず とても残念に思います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 一日でも早く収束し お互いが自由に安全に行き来できる日が来ることを 願っています 昨年10月8日の姉妹都市名役の時に お誓いをした永遠の友情を今後も大切にしながら 積極的交流を促進してまいりましょう この作品の装置は 由藝術家黄玉蓉及李培道所設計 他利用2個不同色的大理石板 以拼圖的意象結合成為一艘扁舟 传達2個城市同舟共渡 也象征了兩地友誼的緊密連結 希望彼此間能夠更加相知相惜 協習立群華臉市報道